歐!大家好 我是東京葛的喬韋恩 今天要來介紹自由之秋地區的全攻略 自由之秋是位在東京暮黑區的一個地區 那有一個非常有趣的事實就是呢 根據2014年的調查 在自由之丘地區的居民居然只有7000多人 行經當地的鐵路有東極東橫線以及東極大井丁線 這一區由於聚集了服飾、雜貨、甜點等等的上千間店家 過去經常被東京的居民評選為最想居住的區域之一喔 接下來就開始介紹這個被東京居民評為最想居住的地區之一的地方 自由之丘到底有什麼樣的魅力吧 首先提到自由之丘的話 一定會想到的就是這邊很有名的甜點以及日系的雜貨 這個區域有著不少知名的甜點店 其中有著在塔貝洛姑評分很高的Pâtisserie Paris Ceviche 這要在塔貝洛姑評分上面有3.9億的高評價 我點這個是Fig Orange 就代表吃橘子巧克力蛋糕 這個蛋糕雖然厚實 但是完全甜而不利到 可以吃到淡淡的橘子的香味 很可愛的彼得兔主題餐廳Peter Rabbit 這家店提供了蠻多相關的看起來很可愛的灰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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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要介紹一下這裡的購物景點 自由之秋的車站南口一出來 就有一條九品柏川綠道 它鋪滿紅磚的步道 中間種滿了行道樹 還有蠻多的行人座位 可以休息 所以每次到教育的時候 其實都有蠻多東京人 會在這邊看書或者是聊天 另外這條路的兩旁也有不少的商家跟小店 比方說像是無印良品 好接下來呢 往車站出來北口的方向走 在幾條主要的街道上 還有兩旁的巷弄其實也都充滿了 各式各樣的餐廳以及店家 車站一出來的女神通 以及樹條主要的道路 在假日的時候還會有步行者天果 就可以在上面放心的散步啦 接下來呢就帶著大家在北口的主要區域逛街晃晃囉 它這邊有蠻多街道都有鋪這種小石板的路 讓你逛街的時候會覺得特別的悠哉跟浪漫喔 這邊跟高樓林立的新宿跟池袋比起來 少了一種壓迫感 然後多了一種就是散步的悠閒感 之後這個區域集了非常多的非連鎖的小餐廳跟商店 這家Lupicia是賣茶的專門店 可以看到它獨棟一個非常的寬敞 位在車站南口的鐵道旁邊啊 Trenchy是一個由電車的車庫 所改造而成的文創商圈 帶大家來逛逛自由之丘這邊一個小秘境 Trenchy 我個人很私心推薦這一區啦 因為之前個人旅遊的時候啊 我有跟我女朋友去那邊逛逛 那我最推薦最喜歡的是這一家 Karelle Chepak的 山田獅子紅茶專賣店 它的紅茶精選種類非常的多 好喝之外呢 創辦人山田獅子的茶化包裝啊 更是很有特色 那如果你少女心噴發的話 這家店的紅茶真的是送你一次用兩箱以用 除了甜點跟雜貨之外呢 在自由之丘我們還推薦另外的兩個景點 第一個呢就是鬧鐘取淨的熊眼神社 現在剛好是新年的期間 所以可以看到後面大家都在排哈斯莫特 以及知名的小義大利 La Vita 這裡啊有著威尼斯氛圍的造景 小小的運河 水中的鳳尾船 再加上啊 周遭歐風的建築 讓這裡變成一個拍照的熱門景點 另外想要介紹一家東橋吃過的好吃漢堡店 來自紐約長島市的Bear Burger 它的特色是有機的原物料 而且呢它在官網上都有標示出這些原物料的原產品 另外啊像我吃的這個香菜漢堡也沒有去 如果你敢吃香菜的人的話 一定要記得來挑戰看看 以上就是這一次介紹的自由之丘全攻略啦 這裡不像新宿啊或者是上野的布地非常的廣大 不過也正因為它是住宅區 所以它的觀光客比較少 整體街道的氣氛是非常的舒服的 如果你是喜歡深入逛街 挖掘小店 體驗當地、道地氣氛的人啊 記得一定要來自由之丘這邊包上飯店 好好的走走晃晃喔 小學員大家下次見囉 掰掰